第四場賽事都研究過 接下來第五場 曾經去過重化碼 分別有1號、2號、3號 接著有4、5、60 都曾經去過重化 這場是四班千八的草地賽 狀態Feed的碼都有6匹碼 有3隻大帽子的狀態 8號華麗傳承 它就搓戴眼罩 好,龍戰士 跑姿我就不喜歡了 踢一下踢一下 接著又竖起尾 其實我很怕這些馬 那些腰究竟是怎樣 但它是跳足 遲就沒事的 看看落場跑就怎樣 對,只有他一隻60分 接著就只有51分的尖子 我覺得他神糟很少見面 說真的,都是重化跳 貨貨都差不多 他跳一向都勤力馬來 單跳、拍跳 他經常都交出很好的走勢 好了,連連行運 這隻可能從重化回來的狗狗陣 馬上騎回 問題不大 贏過馬就是贏過馬 另一隻在重化操練的神州複星 都搏很多 近鏡那隻 反而你看到三生好運 拍落都挺聰明的 那隻馬都要盯著 我覺得它能維持到 上落就不太大 是 好了,精彩飛動外面有九十五 這些是很考僵誠的 你撻得好 拖得順 他就沒有扯得那麼緊 不會伸一條腿出來 在那裡搖搖搖搖 做就做了很久的 這隻馬都 再看看他試襲 這隻精彩飛動 因為都休息了一段時間 試了個千六集 兩天之前 那天都有十一組的大集 有點汗 不過現在都不用太介意 因為現在神粗 沙田都挺猛 太陽都挺熱 前面高分馬 超級六周 然後那隻全民皆知都在 第三位 那隻就精彩飛動 上來 你嚇得我 神粗沙田都挺猛 很猛 太陽 太陽 好了 這隻又加州名進 不要辣著了 跑沙田日馬就 擺前面放 有沒有跟他一起變肥 沒有就馬走 再來就看看 一些側身一些 三歲馬的自然力量 那他逐小逐小很緊 這些 他肯定是長途馬 因為他沒有前速 但是這些馬其實是復兵 根本可能他好少少 已經可以接近了 又是這些 即是自然力量三班千八 這些呢 即是三歲千八 這些是四歲跑 沒有幾場上千八 華麗傳承 鬥就鬥得挺好的 我記得他做了一個千六閘才來的 反而這些可能都穩打穩窄些 天賦威力 至少猜的東西不用太多 還有你看到他擺明就穩定了 這些中年馬 那麼跳過 仍然都輕鬆 好啊 簡直真的是這隻 好了 再看美麗天使 那麼他小隻一點 高東尼都很少 這樣的體型的馬 我覺得跳起來 都有點緊速 這隻就夠小體型 高大的馬 千金不滿 因為庫列馬斯都高了 但是他都騎起來 剛好的比例上 早上比較懶點 不是十分起眼的 一千二百 差不多八十磅的馬 跑千八 好了 這隻就未淹 上次一集前 有些急的奧龍區 又是三歲跑千八 我覺得就拿一下經驗 不要那麼緊張 再來就快活一番 走入面的 這隻馬很長身 你看那隻聖旺材 完全遮不到 外面那隻加了一個額箍 都是跟上次差不多 一千二百五十五磅 三歲跑千八 這隻就非常巨星 新光頸領 我覺得那些色水又挺好 反而這些不是那麼大 一千零五十幾磅 對數一點 回到第五場 四班千八 這一場三T次關 其實都頗為難想 因為首先 中長途的依據不是那麼多 還有剛才浩然都不停說 幾隻那些側身馬都是增情 我相信大家 譬如你很多朋友 血統很熟 我不是很認識 但我相信他們 是有血統的根據 才走上來跑長途 但可能氣量 還未養成 譬如你自然力量 快活一番 奧龍區 千金不活 那些全部 都是差不多的個案 你說穩穩定定 會是哪些馬 可能就是 加州名進 精彩飛動 和天賦威力 這些舊馬 但我自己 都是傾向選擇 舊馬 比較為主 這場馬 當然有得想 因為 說真的 我真的不是很喜歡 那些三歲 跑千八 然後 過一一八零 一一九零 一千二百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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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跑千八 很吃力 還要那麼年輕 那些馬 擺前那些 我覺得是 一是加州人進 一是天賦威力 天賦威力 上這個班 都夠跑北半球馬 現在才好 贏的馬 根本就不差 還有一隻 就是五號的精彩飛動 這些馬 我就回去再想一下 為什麼走來跑沙田 那些馬是根本 很久沒跑到沙田 上海跑過一次 不差的 做很多事情來跑 這場馬 第五場賽事 簡單研究過 休息一會